哈喽 今天是520 准备化个妆去见我男朋友 然后顺便出一个日常显幼泰感的妆容 水浮汤 平时是用的去黑头的 化妆前也可以喷一下 软化一下角质 让底妆更贴腐 最近不是很流行那种奶胸感吗 刚好我平时修涂化妆的什么 都是往那方面靠容的 所以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幼泰感主要就是注意底妆尽量轻薄一点 然后就是用化妆修容的方法 改善一下三挺的比例 最后就是眼妆方面尽量又圆一点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防晒用的是伊丽色的 光在阳光底下入视频就已经被晒黑了 隔离用的还是这块 用你的新款 点涂开 脖子也来一点 这个有提亮一下肤色 润成膏 这个润成膏涂上去有点丑 但是效果很好 粉底液用的也是用你的这个 用前摇一摇 这个流动性很强 用一拱就可以了 直接用干的眉妆蛋铺开 我忘了说了今天戴的美瞳是14.0英语念中 小直径显得眼睛比较有神 遮瑕是ipsa的动物盘送的那个刷子 用来刷遮瑕十分的好用 小的遮头粘遮瑕 然后大的运开 轻轻的运 在这个地方 刷一下我的发际线 我不是刮了发际线 黑眼刷用这个色 点一下我的斑斑点点 定装 定装是这个 这样等它一下 然后这个很薄的底妆就好了 是毛哥屏的高光高 我之前不是有介绍过三扇吗 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就感觉 日常的话毛哥屏会自然一点 三扇的话是拍照和录视频的时候比较上镜 你看这里这块这块 额头的凹陷 过弹下面提亮一下 法力纹到全骨 真的看个人喜好 我是因为比较喜欢脸骨一点 所以我就大面积的涂 然后用它送的海绵铺开 就是不要用力太猛 修容是YMM的三色修容盘 那两个 打一下鼻翼 鼻子这两边 我比较习惯的修容方法 就是尽量把中底拉短 鼻子只打这两边就好了 然后是鼻头 鼻头也拉短一点点 用这种斜角刷 然后鼻翼在这里 中间这里有块骨头 轻轻扫一下 让别人感觉鼻子更紧致 然后是人中 嘴唇下方 让嘴唇显得丰满一些 眉毛上方 我因为胸部没有白色的 也淡淡地盖一下 用最淡的这个颜色 戴一下这两边 鼻翼两边 塑造出这样的一个球体 这里阴影暗一些 这里亮一些 看上去脸就肉嘟嘟的 不要用力太浓 脸颊需要把修短一点 我左边脸是没有下了线的 所以自己画一个下了线 然后是全骨部位 收一下全骨 是不是开始有点骨 眉毛这个是名创优品的 我眉头就不画了 直接戴一下眉尾就会自然一点 后面刷开 再拿这个小刷头 帮眉粉过度一下 然后就到了最重要的眼妆部分 出门只戴了这个老虎盘 这个盘颜色很全 挺自然的 粉色打底 这个 下眼线 这个颜色抹一下 然后就开始修改一下眼睛的形状 截脚刷最深的这个颜色 应该画一条眼线 因为我中庭比较长 所以我就直接画眼尾 上面就不加了 加了以后眼睛会略往上移 然后再来一个颈次比较深的颜色 加深一下双眼皮 还要改变一下双眼皮的走向 再来一个眼帘下至 把这个角控开 还是斜角刷 带一下卧蚕 这个色 变开 无印良品的 直接用爱杜莎的睫毛打底当睫毛膏 质油权611 叠图小钢笔310 我嘴唇比较薄 所以尽量让那个分界线模糊一些 算哦 CAMED03 眼角也刷一点 高光直接抹这个 眼霞的肉最高的点 换件衣服 然后这期的化妆视频就这样呢 也好 不认识 好 好